這裡不只是有很好吃的文革 還有很漂亮的大沙丘 像沙漠一樣 來炒仔堆裡面看看 有可能米在炒仔堆裡面 我記得以前在這裡 現在都找不到 今天天氣比較好 今天來全台灣最神秘的地方 要去哪裡走 對 我來導航一下 今天現在滷了一間 我來去 可是我平常都早 不早的 我躺在那裡 在那裡做烏龜 有看到沒有 我來買福德宮 走… 差不多20分 這是大台北區 最精彩秘密的地方 我要帶你來蒙拉 文革 你還叫我拿這個醫療 今天我要來現場開獎 中聯大叔公公 你有看到嗎 這裡 你以前這裡有拉 以前好像把腳加起來 醫療給我拿在這裡 中聯大叔海邊開獎 我剛才跟你說 我還要帶你來看文革 文革在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沒有 阿伯還有腳架 他站起來 在那裡批 一天可以批幾十斤 這樣 退朝之後 當地居民就會拿著簡單的工具 到朝鮮帶去爬文革 看到他們背後的高樓滑煞 跟他們在爬文革的現況 就有點像是兩個世界的極端對比 我在拍這張的時候 我就腦筋裡面就浮出了一個 十歲 一個是在海邊 背景是高樓滑下 這個是1980年代 不是 說錯 180年代化的十歲 他後面就是那個 賣穗 古倉 這個是台灣版的 淡水河口版的十格 其實我那時候來拍的時候 有很美麗的沙丘 退朝的時候 又可以撿文革 我就說 這個是不是台灣的秘境 有得漂亮 但是 十年 對一對時間 就改變了 為什麼沙丘會不見呢 其實在1980年代 我們淡水河的上游 就陸續蓋了水庫 然後再來去做河川整治 然後再來就是為了 興建公共工程 然後又大量的採取河沙 所以沙源補充不足 這海岸的開始侵蝕 嚴重侵蝕造成什麼影響呢 這裡也有相片 讓你做鏡骨 一剛開始的時候 我就看 這個本來是蓋在沙丘上的碉堡 怎麼慢慢慢慢 海水就把它淹沒了 在90年代拍的時候 海皇部隊為了要保護這個砲台 然後每一次退朝的時候 就趕快撿石頭 然後把它堆回來 在漲潮的時候 那個石頭就會不見 退朝的時候 要把他撿回來 漲潮 退朝都搬石頭 那真的 網膏 拌久頭 就是差不多這種情形 我記得以前 雕堡在這裡 現在都找不到 來草堡堆來看看 按照那個地形 差不多在這裡 但是現在看不到 原來在水裡面的雕堡的遺跡了 這裡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巨大改變呢 從青史變遺跡 其實最主要的關鍵 就是後面 台北港的興建 它1990年代開始計畫 然後2000年代到那個提坊呢 往外延伸 兩公里多三公里 然後這邊就 沙子就慢慢慢慢慢慢遺跡 然後就把原來侵蝕的地方都慢慢堆回來 那台北港呢 蓋在這邊呢 就形成了很嚴重的突堤效應 就讓它的北邊嚴重遺跡 然後藍邊呢 就嚴重侵蝕 因為嚴重侵蝕 已經影響到西濱快速道路 這一條公路的路基安全 說簡單就是說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看到 久了那個環境改變之後 最重要的是 沒辦法再吃到好吃的淡水河文革 柯師傅 這裡一條準備的呢 可以去喝咖啡嗎 喔 好好好 我帶你來台北最夢幻的地方 走岸 走 來 喝咖啡喔 哇 來來來 真的很香 但是你不知道 20年前喔 這裡是本書店的 由於還要說過嗎 啊 中年大師來到這裡 都一定要在地開獎 來來來來 我有禁錄給你看看 來來來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巴黎走岸 哇 風光美氣氛家 但是你看到的是現狀 那有沒有想像 30年前 這裡 有垃圾堆 怎麼沒有去報警 喔 因為早期齁 大家不要的垃圾呢 都是往河邊 海邊堆 後來呢 大家發現說這個垃圾在行水區呢 他就有可能衝到海裡面 問題很大 那就開始就花了很多錢 把這些垃圾移走 再規劃一個所謂的走岸 可以讓大家直接騎腳踏車 喝咖啡 這個環境的改變呢 就凸顯了一個現象 就是說 人的思考跟價值觀 就決定了這個土地的命運 你如果有到今天中聯大師開獎的節目 記得要訂閱YouTube 要按讚 最重要的是要開銷 你們的公司跟你們同賓 好 收工 好 還有啦 還有啦 我還有四集 要再帶你這麼好勝的地方 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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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